在台灣工人的抗爭或是透過這次海底石的工人抗爭 我們都非常清楚看到兩個事情 就是國家作為資本家的代言人 他如何透過他的行政資源他的法律資源 把這些異議者除掉 讓他不要他進來 或是逼他禁聲 我告你公然物 我告你毀損 我告你集有法 我告你妨礙公務 而警察在做什麼呢 警察官警察官是什麼 就是這些惡人資本家的最大保全公司 我們國家從頭到尾他不想解決任何的問題 他只想解決那些提出問題的人 這些被告對何壽專的批評 都是來自於他公共事務上 他對於公司員工的接顧這件事情 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私領域的行為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在行使的還是一個言論自由的表達 就像我們今天罵一個人 你也要論說你是罵他的 侮辱他的人格 單純只是為了侮辱他的人格 還是說我今天是就可受公平的事 去做這個批評 這個還是不同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還是同樣可以用 只是說通常針對行政機關 針對政府機關 那又多一層意涵 就是說我這個更明顯的就是一種政治言論的表達 你認為波漆會不會損毀一面牆 基本上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 基本上無論如何是可以洗掉 洗掉甚至是可以恢復到原狀 那你要用這個回損這條罪名去定所謂的波漆的行為 噴漆的行為或丟雞蛋的行為 我認為是完全溢託法條原本規定的精神 那已經是變成說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政治起訴 他認為這個 以這樣的行為 他覺得非要有個起訴 非要有個懲罰不可 所以他硬扣一個法條上去 實際上根本解釋不出那樣的結果 面對優勢的警力 他們用非暴力抗爭的方式 躺在車子前面或是躺在那邊 然後做一個象徵性的抵抗 當然他們知道說 他們最後還是會被警察排走 最後會被警察逮捕 可是他們為了要表達自己的訴求 做一個象徵性的抵抗 那就連這樣的象徵性的抵抗 沒有任何警員受傷 我們也知道說其實數十名的警察 一兩個學生 是不可能有對警察造成什麼任何的威脅 他也說戰鬥是一個強暴脅迫 我不知道說警察強暴脅迫的意思是什麼 只要今天有人躺在那邊 他覺得好害怕 我沒辦法執行公務 所以我就被妨礙了嗎 我們的社運公務者是這樣以擋 有辦法一個人學生擋數十個警察嗎 這強暴脅迫到底哪裡 警察官也毫無論證 最後講到集會遊行就更扯了 他明明那天就是去總統府 要做請願要做誠情 然後總統府不接 那是總統府的問題 反倒他說 我們在外面控訴你不接這件事情 那你不接 那這就是一個 路過啊 我們要走去總統府 總要經過所謂的禁制區 然後你在路過 他就說 你在禁制區裡面遊行 所以是不行的 他完全沒有考慮到說 集會遊行要求的比例原則 也沒有考慮到說 這個就是緊急集會的申請 那緊急集會有申請啊 那大法官說可以啦 我們警察告訴我 不可以 為什麼 他說你要申請呢 你要先取得路權 然後你要就是 去大安森公園這樣子 可以在那邊可以讓你遊行 那這樣都是拿門的緊急申請 先取得公園處 那我 我幫緊急的取得公園處的許可 然後在那邊緊急的 在大安森公園 在大安森公園申請 這樣還得到緊急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講下來這四個 就是迴損 公園侮辱 然後 法案公園 到集會遊行也好 都是毫無根據的 也違反一向來 我們司法的見解 所以我們看說 他這個 在歷年來 各級法院 我們在列表裡面 有列出許多 無罪的事項 大家 這件案子的共同點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檢察官 他在國家的意志之下 他起訴了一些 根本原本 根本不是守謀的守謀 或是不夠 或是要件不符合的 這個案件 然後最後被判無罪 那今天 台北地人署 還是重大了這個覆轍 我們感到非常非常遺憾 就是這種 吹毛窮吃 雞蛋你挑骨頭 然後沒罪 一定要斷得有罪 這個案件 這指向一個什麼 指向說 這些事情並不是一個一個 單一的刑事案件 這是這個國家 在用各種不同的罪名 壓制集會遊行的一個 集體性的作為 他用的理由非常的正當 叫做保衛 叫做說 這群人來台灣 危害到台灣的社會安全 所以我不得讓他再入境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請問何壽雄高高坐在台灣 總統府的國策過的位置上面 你們做過任何的處置 我們這八名的所謂的聲援者 在被起訴的過程 到了檢察官的前面 戴著手銬到檢察官的前面 檢察官一點都不在意 為什麼我們被上了手銬 被帶到法院檢察官這個詢問室裡面 他只要跟我們確認 你是不是在中正一前面 你有拿著麥克風講話 有還是沒有 他一點都不想聽你說 你為什麼在那個地方 你說有 OK 你有在那邊說 其他都不用說了 當你要再多說幾句話 其他都給你是什麼 是一個大大的白眼 這是我們每個意義者 幾乎被帶到那個檢察官前面 所面對真實的事件 我們幾個八名的 韓國的這個 在我們中正一前面那一場 八名 被中正一以到現場避送 傳喚通知為由 而逮捕了這八名 韓國的意義者 來抗震海底斯工人 很清楚 他當時用社違法為理由說 他們違反社會治療回復法 所以我到了合作專家前面 我要送答案通知給你 我送到答案通知後 我立刻我出動了 幾乎兩台警備車的警察 兩台蛇龍車 把八個人團團包圍在合作專家前面 而這個社會治療回復法的這個違反 已經被法院撤銷 請問我們台灣回到了法院 台灣回到了警察官 有任何一個人對這件事情 警察濫權違法 警察濫權逮捕 任何的舉動嗎 完全沒有 老闆或公司的財產權 跟人民的這個所謂工作權 一般人的勞工的工作權 或他的這個言論自由權利的相衝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認為警察官本來就應該要去審卓說 那確實 他的東西受到了波漆 受到了淡石 那這件事情跟 他的財產權利的確受到一定的損害 但是財產權利的損害 不一定要動用刑法 今天他的東西壞掉 他其實可以用民事求償的手段 那那個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現在警察官不去想這個途徑 而是用刑罰的手段 刑罰本來就是應該要去處罰說 這個社會不只違反道德 甚至是法律不能接受的行為 但是我們認為在現代的這樣的民主國家裡面 對於雇主的適當的言論表達 甚至是在雇主毫無回應的情況下 做出的這樣的舉動 我認為都應該是在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內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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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